小穴 对 小穴不头了 往内线 喝 躲 换多少也没躲过去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把我们整个联赛的文化 去进行更好的一个推广 对 推广 你像这个呢 这个冠军这个星星呢 是这种传承 也是一种 那么率先获得球权的 是今天身穿黑色队服的广门队 阿连到高位 把斯拉出来 让比斯利打到篮下 对 对 比斯利 撤步的中距离 好球 能力确实 因为累计四次的技术犯规 休赛一场 对 所以这场比赛呢 怪伦的体能应该是比较充沛的 呦 比斯利 两个人 拦也拦不住 两个人打也拦不住 来了就给我投篮差一点 是 小穴呢 在这个赛季的三分手命中率 其实达到三成出头的 比斯利 转换当中 把这球给打击 开场 比斯利个人能力 怪伦对周鹏呢 他就是身高不够 嗯 身高不够 我惯悦全场的长传 阿联带了回来 马斯接球位有点高 哎 团线 郭艾伦 超远的三分球 嗯 上球非常快 转换 比斯利 两分打击 有效的 现在被广东队打出反击了 这就比较麻烦 我们再看看这一球 马上布克斯 直接一个后场 长传给到了前面的比斯利 这其实就是 我们在赛前前包装当中 所聊到的 那么你少了大韩 其实你就少了一个 在第一位当中 一对一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在这个赛季 大韩场均的得分 拿到14分 同时呢 他的篮板球 也能够给球队给予保障 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辽宁队罚球是五罚四中 然后冒墙了 对 外线三分球 好球 比斯利 这种手段是真多 真能得分 这也是这种 比赛打了少的表现 是 好球 哎 这是头一过桥 比斯利转换 上球 我们的速度七快 在场上这五个人呢 都能推反击 除了 场上五个人呢 有四个能推反击 右侧掩护 扶明权要位 比斯利出来 脸换光不太明确 这球投进啊 再回个小穴 比斯利不投了 往内线 扯 换多少也没躲过去 留了0.5秒 三板 比斯利自己推 转换 比斯利找底角 马上第五第三分球 终于进了 对 双半园圆节二三节呢 两队这边明显示威 但到了单元圆节 别忘了第一队两队 打得差不多了 对 广东一波9比2 对 赵继维 继维真的是 这个投篮啊 还是真的要好好恢复一下 对 这球呢 我们看杜峰在向裁判投诉 觉得这球应该有 维体犯规的嫌疑 长得上是一回事 你敢不敢打 对 还是另外一回事 最终这场比赛呢 广东队是107比94 在主场是 大胜这边的辽宁 那么同样也是 到本赛季的一箭之丑了 因为在之前客场的时候 广东队是103比106 最终是输给了辽宁 那场比赛呢 一阶连没有打 但这两边呢 今天都有伤兵的缺阵 对